记者实际来测试看看 这一台就是我今天要骑的电动机车 只外界很好奇 这么高科技的东西遇到下雨会有问题 我们实际来试骑看看 穿上雨衣准备出发 不过才一发动 明显感受得出来 手感和传统的125不太一样 比较像是汽油踩油门的感觉 一不小心就会冲太快 看传统的125骑起来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变得非常的安静 尤其是我们现在经过了这个窟窿之后 其实它也可以保持得非常平稳 只是遇上下雨天就怕会暴冲打滑 建议还是不要骑太快 不过实际停在路边吹油门 侧马力轻轻一吹时速立刻破板 性能完全不输传统的125机车 连电子仪表板也不NG 唯一缺点就是座位太小 不管是下雨或者是淹水 那车子本身基本上在30公分以下 是IPX7的防水 是可以在水中运行的 只是虽然过了防水这一关 但是电动机车最大问题 还是续航力 在市区顶多只能跑70公里 如何广设电池交换站 就成了眼前最大难题 我们有一些内部的目标 但是这个其实最后还是要看到说 车口数是多少 哪些地方是一定要有 最好的状况是有多少车有多少点 在加上之前又爆发中油借道等争议 距离上市不到两个月 最敏感的价格也还没公布 这台被誉为台湾科技研发奇迹的电动机车 将考验着市场的接受度 现在新闻采访无亏言台北采访报道